白達通CEO埋沒良心說謊 白達通出賣客戶資料競賺4400萬 CEO陳碧華昨天出席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承認白達通董事局一早知道 出賣客人家資料來賺錢 我們每一個推廣項目或者新項目 都向董事會匯報 換句話說兩個董事會都知情是嗎? 是 有議員質疑政府作為港鐵價最大股東 為何不去查? 整個八達通公司根本走火入魔 根本為了賺錢已經不擇手段 政府本身就是港鐵的最大股東 港鐵本身就是整個八達通的最大股東 根本政府有份間接去賣市民的資隱 你們知不知? 香港市民這麼緊張的私隱 你們就當是垃圾 議員又要求陳碧華辭職 陳碧華總裁 你這個月已經是多次發放 不單是誤導性 甚至是錯誤的資料 甚至請到你是說謊 想問你個人 會不會引咎辭職? 既然你自己在董事局有回報到 既然這個問題這麼簡單的問題 無需翻查資料 為何你當時會說這個謊 不過陳碧華就繼續死殘 我們在資料的處理那裡 是的確公司跟著下來要重新檢討 因為如果這些資料拿到來的時候 我們要逐步的逐步去核實 過程需要時間而令到我們說了一些信息出來 如果事實有出入的話 我們覺得這件事是要負責任的 陳碧華曾經有電訊界美人之稱 做過香港電訊和數碼通的高層 之後加入Visa做港澳區界一姐 06年出任八達通行政總裁 這次謊話連篇搞到滿城風雨 究竟會不會下台呢? 她說個人家去樓不是最重要 會先完成調查工作 那這裡有些商業會議員 在馬英俊上的投資 這位主席是在那裡 也有很多越南風雨 好感謝 謝謝 感謝 感謝